一艘長尾船 緩緩抵達泰國南部外島的小漁村 村民扛著大包小包的網袋 要把這些東西賣出去 不過這些貨品可不是海鮮或農產 而是大量的塑膠垃圾 沙灘上堆滿寶特瓶 餐盒碎片和破舊的漁網 怎麼竟然都見不完的塑膠垃圾 是嚮導村民的噩夢 不僅破壞景觀 也污染海洋和居住環境 新創公司泰德就出面 幫村民解決難題 定期收購這些廢棄物 再製成地毯或其他可利用的產品 把塑膠容器壓扁 繳碎 重新製成紡織品原料 最後變成一張張地毯和腳踏墊 泰德企業表示 儘管再生塑膠市場價格具有波動 他們仍持續以固定費率 向村民收購塑膠垃圾 而客戶為了支持環保 也願意購買這些 比原生塑膠貴了百分之四十的 再製產品 我們不只為維持維持 而更為維持維持 以未來的年代代 據聯合國環境署估計 全球每年有一千四百萬噸 塑膠垃圾流入海洋 儘管如今全球出現 各式各樣的回收方案 在巷島 這些被撿起來的塑膠 依舊只有少部分符合回收 再製標準 其餘的只能在島上露天焚燒處理 公司新聞兩頁編譯